威姐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威姐周玉威 好威姐一开始一样先把你的这个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我其实本来是一个就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 那后来姻缘际会就是回家带小孩 那在跟带小孩的过程当中 就是慢慢的累积了一些亲子英语共学的经验 那我就开始在脸书上FB上开始分享 跟孩子做这个亲子英语共学的一些方式 还有一些成果 那后来就是姻缘际会下就是出了好几本书 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就是朋友的支持 那去年出了打造英文阅读力这本书 其实得到蛮多爸爸妈妈的回响 那他们都觉得说 其实不只是小孩 他们学到了 连他们自己以前就是不懂的无法观念得到突破 那才会有了今年的这一本经济英文阅读力 那威雪先把去年的打造英语阅读力 跟这一本经济英文阅读力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进阶版吗 应该不是说进阶版 如果从文章的难易度来讲 其实经济英文阅读力的难度 反而是比较 这个可能反而就比较简单的 因为去年打造英文阅读力那一本书是针对父母 我们是希望是说父母看了之后 教小孩 对对对他能够去教小孩 所以里面的文章其实是一个示范 就是说跟父母说你拿到一篇文章 你怎么样可以把它改成比较容易一点 可以让孩子看得懂 然后里面的文法其实也就是我们都是提到重点而已 那今年的这一本经济英文阅读力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小孩可以自己看 所以我们是先拟定的主题 比如说像宝可梦啊 复仇者联盟啊 抖音啊 其实这些都是小孩很感兴趣的文章的这些题材 然后我们前外是编写之后 我们再把就是教育部他所公布的 就是国中国小学生必学的60个文法重点 把它放进去 那这样子构成了经济英文阅读力这一本书 所以这篇的文章反而都比较短对不对 这次的 对就是适合小孩自学就对 对对对 但是当然如果有大人觉得他已经忘记了国中文法是什么 他想要自己再学一次 其实也蛮值得一看的 好那威姐接下来就把我们这次的这个编排 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个特点 先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这一次其实在每一个文章之后 我们都会先有一个牛刀小事 然后这个牛刀小事主要就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我们想要强调的文法重点 先用测验的方式而让孩子就是测测看自己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文法概念到底如何 然后再来呢这样做完这个牛刀小事其实孩子就大概心里有数 对于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一些观念他到底懂不懂 比如说像第一篇这个柯南其实有专有名词嘛 它是一个重点 那所以我们在牛刀小事里面我们就出了几道题 那其实孩子如果他没有办法全对他大概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对于专有名词这个文法 他其实不是能够全然的掌握 那我们就会有接下来就会再说明说 专有名词这一个文法它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再延伸到其他在这篇文章以外的文章里面 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变形延伸 那在最后呢 其实我们又会仿照这个会考的一个题型 就是一个简单的三道题的阅读测验 来让孩子测试看看说 他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个文章的内容 然后最后呢就是再读一遍 对对对 就是孩子可以再读一遍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 然后你们这本也完全都有配合一些音档对不对 就直接扫QR Code这样子 然后进入这个伊利重书馆的一些官网去收听这样 其实这一次这个就是伊利重书他们有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会在每一个文章上面放一个QR Code 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子他们要做很多很多QR Code 有时候难免会弄错 那他们这次其实他们伊利重书馆他们自己也内部花了一个很大的工程 一个时间他们把他们出版过所有的书籍 全部的音档都整理在一个云端上 所以就是听众朋友只要扫那个QR Code 就会直接进入到伊利他们的伊利重书他们自己的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就注册成为会员之后 他你找到精进英文阅读于这本书 那你点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先你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是你一定要买书 你才会知道这个问题这是什么 才能够回答 回答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开启所有的音档了 其实只要扫一次 这个工你只要做一遍 你就可以把这本书所有的音档都存下来 好那接下来就请这个威姐帮我们讲一下 你们这本书呢其实挑了这个60个文法重点对不对 然后这个程度大概就是介于这个国中国小之间吗 对这其实这个根据是教育部他在107年 他其实有公告过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中毕业之前 一定要懂的这些文法的巨型 那当然不是说我要拖到孩子国中毕业 我才让他完全了解这些文法吗 其实有一些应该是在国小的时候就要慢慢的循序渐进 比如说像专有名词 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文法概念 那其实小孩他在国小的时候 或是他刚开始接触阅读的时候 他就要去理解 这样他才不会就是拿到一篇文章 然后他因为不懂那个是专有名词 他就拼命去查字典 就查不到 对就查不到 因为变化就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第一篇开始帮我们介绍 这个专有名词 然后配合柯南这样的 他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 这次我们先订了题目 然后请外师写的这些文章也都非常的有趣 连我自己都觉得有长知识的感觉 因为他这边就是写说 其实柯南在我们东方 我们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卡通人物 他是一个就是被人家下毒 之后会变得很迷你的小孩的侦探 可是在西方他其实是一个warrior 是一个武士 对 然后专有名词其实要变化的话 还是有一些规则对不对 但是有些例外 所以是不是英文就是这样才麻烦 对对对 比如说前面我到底要不要加定罐词了 对 然后有些加了定罐词之后又不一样 就像国民好了 其实我儿子他今年小六嘛 然后我昨天刚好看了他的那个英文的考卷 我就发现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虽然他其实现在的 可以阅读的文章的程度 其实也是可以阅读英文小说 对像哈利波特那些 其实他都可以看 可是你说他看过去 对于这些细微的文法变化 他不见得能够那么的理解 比如说好了 I live in Japan 我住在日本 对 跟I live in the US 对前面如果你是US或是UK 你前面是要加了定罐词 然后里面还有讲到这个专有名词 这个大写前面都要一定加大写 对 其实这就是很好辨认的一个方式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字 他出现在剧中 他不应该大写 可是他却大写了 那80%他一定就是专有名词 那有一种困难 比较难辨识的 其实是放在剧手 因为英文剧的第一个字 一定要的第一个字比较大写 所以有时候 他如果是在剧手的时候 我们会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他本身是专有名词大写 还是因为他只是被放在剧手而大写 如果是在中间的话就比较容易辨识 那另外在专有名词他还会有这个复数的变化对不对 对 当然在他加复数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知道奥巴马 如果是The Obamas 加S就代表就是奥巴马这一家 他的家人就加个S 对对对 可是尾数有时候不是还要什么去 去什么加IES 对这其实像这样子 他的字尾到底要加S或是ES或是IES 或是我们常见的过去是什么ED IED等等 这类的一个变形 其实都是跟他的一个发音是有关的 对比如说像study STUDY学习这个字 如果他是第三人称的这个单数的动词的时候 不是就是要去掉Y加IES吗 对没错 然后如果是过去是动词的话 其实就是去掉Y加IED 对那主要是因为他前面是一个子音加Y 然后在美国人的发 这个就是某语人士的发音上 他们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把Y去掉 这样子来加上去会比较顺 比较好念吗 对比较好念 那接下来威姐来帮我们介绍第二章 第二章的这个文章是一个动物园的管理员 对 第二篇Dookeeper 其实这应该是外师写出来的第一篇 对所以他的文法其实相对上又更简单 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常见的and but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词 还有我们常看到所谓的一个不定词 就是to加原型动词 对那其实在Dookeeper这篇文章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里面有出现and或是有to加原型动词 这样不定词 那and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对等连接词 就是我和你啊 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两个是对等的就用and 那but就是两件事情刚好相反 比如说我今天本来要去哪里 但是因为下雨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 这两件事是相反的时候 或是他们不是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but 这个其实跟中这个连接词的使用 其实就跟中文很接近 所以在选择到底要and或but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用中文去思考 来一个语意是比较接近的 那至于to加原型动词 对等于不定词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之前有 在第一本书打造应语阅读力里面 其实就有出现过 就是一个句子里面 其实就只能够有一个动词 然后第二个动词 他一定要做变身 那他要做变身的话 就是在他前面加一个to 对 只能有一个动词 第二个动词出现的话 就要就要把他to加 变成原型动词就对 对他就是前面比如说 他就他就必须要戴一个帽子 然后那个帽子就是to 他就不能够去抢夺了 这个句子里面主要动词的风采 好 然后我们讲第三篇 讲到是个电玩 这个荒野乱斗 对 Browstar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现在 我相信现在其实 玩这个手游的年龄一层 有在下降 然后Browstar荒野乱斗 这刚好就是我儿子 他们班上小孩 最喜欢玩的游戏 然后他们甚至都会在里面 就是邀请同学 一起进来玩这个游戏 然后会在里面做这个竞赛 像我们不是大人都会说 哎 你要不要加我朋友 对 我们指的可能就是加FB 或是LINE的朋友嘛 可是其实在他们那个年龄层 所谓的加朋友 不是说加LINE或加FB 他们指的是一个游戏里面的朋友 就是战斗之友就对 对对对 或者是一个群组这样 对对对 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 对 那我们来请这个威姐 帮我们介绍第三篇 荒野乱斗的文法重点是吗 荒野乱斗这篇里面 可以发现它其实出现很多 WH为首的这种疑问句 那什么是WH为首的疑问句呢 比如说像 who why what where 这些 就是它的这个疑问词 都是WH开头的 像这样子的疑问句 我们就会称呼它是WH疑问句 那为什么这一个会变成是一个文法重点 主要是 它的疑问词后面就必须要接一个助动词 对 对跟我们中文的形式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 为什么你今天来这里 我们是为什么 然后你主词嘛 对 今天来这里 但是如果放在英文里面 它是 why do you come here today why 为什么 do 是一个助动词 you 然后才是主词嘛 对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中英文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会是要特别提醒孩子 他在看文章或是写作的时候 要特别去注意到这样子的不同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一个句子 它前面加了 do you know why 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要又要把它变成原来的样子了 do you know why you come here today 对 就是why后面直接加 就不用加注动词就对 对 会有两个一个差异这样 对对对 好那第四章我们讲到的是抖音 威姐有没有用抖音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 但是我女儿的同学有很多 大家都用抖音 对啊 我到现在还不太了解 抖音到底是怎么制作影片的 然后15秒可以这么红这样 据我了解 好像是这个APP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程式软体的设计 可以让人很轻松的 就是透过只要拍完影片 它就会帮你做很多的特效 就有很多套装的模组 自己拼拼凑凑就对 然后就可以马上变一个很炫的这个影片 那威姐帮我们介绍第四篇的文法重点 好那这一篇就是在抖音这篇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动词的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的一个形态的单字 但是他们在句子里面却是作为形容词 那他们作为形容词的时候 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用途 比如说 The videos are entertaining entertain它是一个动词嘛 那加上ingentertaining 就是实非有娱乐效果的 那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写成 are entertain 不能用过去分词 因为会变成这个video 是被娱乐的 这就没有道理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比较特别的是情绪动词的方面 像情绪动词呢 比如说像surprise boar 这一些都是属于情绪动词 那情绪动词一样 它可以有 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当作形容词 可是它的意义会截然的不同 比如说它当 用过去分词的时候 它代表的 其实是我本人觉得怎么样 比如说 I feel bored 我觉得很无聊 可是如果你加上ing的时候 就是 某件事情 令人无聊的 something is boring 对 所以这绝对不能用错 如果说I am boring 你指的就是说 我很让人家无聊 那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它的变化 是不是一定就是 加ing跟ed 还是会有例外吗 一样就是ing跟ed 可是同样的就是说 ing之前跟ed之前的 最后一个字母 有的时候也是会有变化 所以也是看发音 对 对 那因为总共有13篇的短文 然后带出60个文法重点 那我们的时间有限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最后一个章节 讲到是桌球 桌球 其实亚洲国家 好像打得都特别好 那我们请威姐来帮我们介绍 桌球这篇 以及它的一些文法重点 好 其实我们当初在列这13篇的时候 我们刚有讲过 我们是先列出题目 主题 对 列出主题之后 我其实是先回家 让我的小孩 一个是国塞 一个是小六 先让他们去挑选 他们感兴趣的 因为这本书 我们一开始设计 就是希望小孩自己可以主动 青少年自己读 对 他可以自己主动拿出来看 所以一定那个文章题目 是要可以吸引他们 所以你列出很多主题 让你的小孩选就对 对对对 那因为我儿子是桌球校队 所以他本来就对 这个桌球很感兴趣 所以他就学了这个题目 那外师写出来的文章也 蛮让我惊艳的 就是说 我觉得他不是讲很普通的事情 而是真的有让我学习到一些尝试 比如他里面讲的 其实就是桌球的由来 那一般我们提到桌球 我们可能以为 那个是美国的运动 或是中国的运动 其实不是 像table tennis 它其实是两个单子 table是桌子 tennis是网球 那说到网球 我们一定知道 网球的这个发源地就是法国嘛 对因为这个法王什么都很有名 那table tennis 它其实是来自英国 那为什么会来自英国呢 是因为英国本来就比较 这个这个 地下人丑 然后又比较失人 所以它比较适合是室内的运动 所以就把网球这样子的运动 换到室内的时候 就会变成table tennis 在这个一个桌子上面打 那也变成说 其实table tennis 它因为比较省空间 又不受天气的影响 慢慢的就变成一个 很popular的运动了 而且是不是因为也是亚洲人 比较短小灵活 所以桌球反而成绩比这个网球好 对对对 我觉得桌球 其实它 它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灵敏度 就是它对于这个 球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快 好那魏姐帮我们讲 这个文法重点 好 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其实它主要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这个形容词的比较急 对 那大家一般看到比较急 其实都会觉得蛮痛苦的 因为这个 很多这个形容词后面的 你要把它变成比较急 同样的后面 不是只加ER 有些又是要加IER 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 可能会很多人觉得很困扰 不过很万幸的是说 需要去改变形容词的这个样貌的 大概只有单音节的部分 如果你是三个音节以上 你其实在前面加more就可以了 那你怎么样可以辨别说 在一个句子里面 它到底是不是在用比较急呢 其实你只要看到 THAN LAND这个字 你就可以联想到 这就是比较急 好 最后魏姐帮我们把这本书的 这个重点以及它的特色 再帮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透过这13篇有趣的短文 带入60个文法 以及 医域重塑馆也非常贴心 这个里面很多这个英文原文的部分 都有这个音档可以扫进去收听 对 那因为这一本书的目标 就是希望小孩可以自己拿出来看 那这次我们也请到一个插画家 帮我画了非常可爱的插图 那里面也穿插了一些漫画式的对谈 就让希望小孩觉得 我读这本书 其实也是一种趣味 有点像在看一半的那种 虽然比不上科学实验文 你整本都是漫画 但是至少他应该说文字为主以外 他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单格的漫画这样的形态 看起来比较活泼而且他是全彩印刷的 对这个成本蛮高的 对那在后面的地方呢 还有这个60个文法典的一个索引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自己突然想到说 我以前有哪个文法不是很清楚 其实就可以翻到后面去查看说 我要学的这个文法典 它是出现在哪篇文章 那还有这次这个应该算是亲子合作的一本书 因为我把这就是13篇外师写的英文的这个文章 我就交给我女儿去做中文的翻译 所以这次的翻译其实是他翻的 那因为他其实现在已经过三了 就是学校科业很忙 那我就是为了等他 所以我就是坚持说一定要让他亲自完成 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专案进度 其实有点delay了 哦有小孩自己帮你翻中文就对 就表示说他的文章难度并不会太难 对小孩都看得懂 威姐最后再介绍一下你的共读的粉专好不好 好我的粉专在FB叫做威姐亲子英语共学 我还有一个line的账号 那这个其实只要上威姐亲子英语共学的这个脸书的粉丝页 上面就会有连到line账号的一个连结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单独的line账号 是因为其实有些爸爸妈妈 他们不太喜欢在FB上面公开的留言 怕别人看到 对对对 那其实如果透过这个line的一个账号可以 就是可以跟我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分享跟交流 哦所以他等于是你的官方账号就对 对 嗯 然后扫这个line的QR Code可以连结到你官方账号 留言你就个人 对对对 可以看到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威姐为大家介绍他新作 精进英文阅独立 然后一立重书馆出版 谢谢 谢谢